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们出大事了 你看 罗盘故障了 船好像转错方向了 我从刚才就一直想要掉头 可是船就是不听使唤 再怎么转动船多也没有用 你说什么 那我们现在是要开去哪里 怎么突然起雾了 是哭什么 该不会我们完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该不会什么 你没听说黑珍珠群岛最近的传闻吗 要是船不受控制的随意晃动 然后在一片黑珍珠的海上听到哭声 那艘船就再也回不来了 海上怎么会有漩涡 哎呀 我船已经 redirected 我们快被捡进去了 快想想办法 砑步底吸卖了怎么办 你在逃啊 快逃啊 完蛋了 完蛋了 我们逃过这片跪离的大海了 这里就是黑珍珠群岛 原来传闻是真的 黑珍珠群岛的传闻 黑海的传说 都是真的 黑珍珠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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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员准备出航 出航吧 出航了 你这家伙怎么又来了 就跟你说 要是想当水手的话 就先多吃点果冻再来吧 不用了 我已经找到了 准备起毛 要出航了 这一种天气 不论是船或飞行船 都没办法出发 如果是舰长鱼子酱饼干 就难说了 舰长鱼子酱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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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发生什么事吗 你们在说什么呀 没有呀 为什么 舰长鱼子酱饼干 你真的有在暴风雨的日子里出航过吗 嗯 有是有了 我刚好想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有听过黑海的传说吗 它又来了 黑海的传说 那是什么 我想听 这种天气最适合说这个故事了 那时候我才刚在共和国举办的比武大赛拿下冠军 县长鱼子酱饼干 恭喜你得到冠军 你的精彩表现令我印象深刻 你应该无法想象云老们当时的表情 他们万万没料到海蝉饼干 竟然打败了那么多优秀的圣骑士 小看我们海蝉饼干 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你也身为来自大海的饼干 应该跟我想的一样吧 武力饼干 很高兴见到你 你的名声在海蝉饼干中 可是五饼不炙 五饼不小 不过我现在有点忙 还是我们改天再慢慢聊吧 看来你很在意那些 从宁静海一带的黑珍珠群岛上消失的船只 那当然了 只要是搭过船的饼干 都会担心这种事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舰长 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才找你的 海上的航道 宽如我们牡蜜家族的金库 要是航道出了任何问题 可说是事关重大 你的意思是 希望我能出面解决吗 而且偏偏要挑这个各界关注的时间点 声明大造后 就会有很多的饼干想要与你看衡 你觉得只凭舰长的名号 就能一直保护你的船员们吗 嗯 你还真是一针见血 看你这么积极的鼓吹 想必是已经有所计划了吧 好吧 五里饼干 把你的计划说来听听 你的胆势和魄力果然不出我所料 也不是一定要马上解决问题 要是没有办法解决 就放着不管也好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去确认一下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所需要的是准确又有价值的情报 大赛才刚获胜 现在又要去黑珍珠群岛探险 唉 真是分身乏术 请一定要平安回来 你在我的计划中赚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谢谢你 既然你已经把事情托付给我 就别操心太多了 你既然称我一身舰长 就应该相信我 舰长从来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了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情 那我就不再多说了 准备好了吗 是 连逃生用的潜水艇也准备好了 都还没出发去想着要逃 好 你一被鱼吃掉还是逃不下好吧 大家都没有松懈 很好 千万不能小看大海 海象是永远都捉摸不定 出海吧 准备好了 地蛇 团游们 快把帆收起来 不然船可能要翻了 船长 是这个方向没错吗 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 派流怎么会进不出 我们该不会被海里的鱼吃掉吧 这样下去 我们可能会全部消去海里 风风雨太大了 船可能在抵达黑海前就成了 有兵有机了 要扑上我们了 大家小心 快掉下去了 所以所有的船才都不见了吧 不过这感觉不止是一般的暴风雨 太离奇了 快掉头 我们先撤退吧 撤退 只是稍微退了出来 居然马上就要方平亮镜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操控一样 这只吓死我了 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暴风雨 所以我们要打退堂鼓了吗 身为鲨鱼号的船员 我不能允许就这样放弃 你 你说得对 刚才我是第一次太慌了 下次一定可以的 深呼吸 休息一下 就好了 大家安静 你们还记得第一天来到船上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和大家说什么吗 安全至上 我们不是海大 我们是海鸡 你什么都没带我说 是千万不可小看大海 我仔细想想 这件事可能需要我自己来解决 你又想跟大赛一样亲自出马吗 这本来就是我的事 我以为没什么 才找大家一起出行的 话怎么这么说 好好 大家冷静 我们舰长总是奇饼优天 是 那你来当舰长好了 这 这个吗 不用担心我 我想自己坐潜水艇进去 是 知道了 你都这么说了 也不好再劝你了 在舰长回来之前 我们会在这里好好守护这艘船的 好像潜得太深了 我 雷达收不到讯号 到底有没有在维护 看来得小心的慢慢潜了 要是不小心撞上暗胶就完了 刚才 那个是饼干的影子吗 等等 那个不会是船吧 是 是在问我的情况吗 情况不太乐观 我得赶快回报他们才行 这 不行 距离太近了 快撞上了 快撞上了 该死 话才说完就出事了 天下无敌的舰长被困在海底 船员们知道以后一定会笑死的 好险 只是稍微擦到 并没有故障的很严重 应该修理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饼干可以帮忙 好险 好像是刚才看到的那个饼干 真不好意思 我的雷达故障了 他好像想说什么 什么 是叫我靠近一点吗 我想过去也没办法 刚才撞到之后潜水艇已经波停使唤了 他在敲哪里 他好像是想进来这里面 他来的正好 我刚好可以请他帮我一起修理 等一下 要把这个舱门打开 需要一点时间 对 就是抓住那脸 抓紧了 要是放手会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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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多一个饼干来帮忙 修理起来就快多了 可以发动了 现在只要再操控这个 逃出来了 多亏 多亏有你才能顺利修复 谢谢 不过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 不过 怎么啦 叫我看那边吗 什么呀 什么呀 什么都没 刚才 那个些 我怎么打嗝了 答案 我们听到故事的反应 完全不一样 好像还蛮有趣的 超级 超级大的怪物 是会吃金币的黑色怪物吗 还好可怕 老下海里所有可怕的东西都在那里 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没错 就连黑珍珠群岛上的饼干 也说黑海是最危险的地方 就算是开玩笑 也没有船员敢开玩笑说 要去黑海 哎哟 那什么黑海的故事 不都是舰长一个饼干在说的 他每次东妈讲得很浮夸 但我还是很佩服他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好险 我很快就把灯关了 他才没发现我们 也有可能他早就发现了 只是装作不知道吧 所以你是叫我小心他经过的时候掀起的急流 真神奇 居然有可以影响海流的巨大生物 我想他应该就是我在找的家伙了 你是在担心我吗 你真可爱 我看你这个在深深黑海里等待同伴的饼干 居然会这样对我说 其实我也会担心 但我还有任务要执行 我如果要逃的话 就不会来了 如果要在这里放弃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开始 放心吧 相信我们吧 我差不多该走了 有缘的话自然会再相见 那家伙是往那个方向去了吗 谢谢你的帮忙 你说什么 要我等一下 你该不会是要我带你一起去吧 你知道会很危险吧 一旦决定了就没办法反悔 这样子 你还是要去吗 看来 他不像是随便说说而已 好 那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一伙的了 在离开这片大海之前 我们就是彼此的防波堤 我们就这样出发去找那个家伙的巢穴了 不过一路上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那时候骑黑的海底 传来一阵地面裂开的巨响 海底火山不断的喷出热气 不久就听到某处传来巨大海洋生物嘶吼的声音 当我屏住气瞪眼一看 没想到跟一群从未见过的生物四目相交 其中一个巨猛般的家伙 还抓住我的潜水艇 诶 故事有点夸大了吧 我之前听到的可没有像你现在说的这么惊险呢 那应该是我漏奖了 然后呢 你见到那个又大又黑的家伙了吗 这个嘛 我们甩开耳边不断回响的海鸣声后 慢慢地继续往前进 直到堆满船体残骸的船木之地 那家伙就住在船木的中心一带 对吧 差不多已经到达该出墨的时间了 先等等看 能让潜水艇通过的航路就只有这座峡谷吗 看来别无选择了 从刚才开始声音就没有断过 听起来好像是大海在哭一样 心里感觉怪怪的 我得快点去查清楚 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东西才行 潜水艇无法继续前进了 从这里开始只能游过去 你就待在这里等吧 把潜水艇丢在这儿我实在不放心 我去去就回 这里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船海 要是没有这些残海 这里看起来倒像是个广场 不过现在这副样子 的确只能说是船木 不过去 这里没问题 讯号也很稳定 还有几艘很眼熟的船只 说王国里所有的船都在这儿了 也毫不为过 这家伙似乎只要看到船 就会一股脑的攻击 就像那时候他想毁掉我的船一样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在守护什么东西吗 樊木的最上面吗 太远了 看不太清楚 看不清楚 我看到船首相了 不过怎么长得这么眼熟 好像是牡利家族的船 但仔细一看又不太一样 感觉是比较古老的样式 但怎么保存得这么好 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好 参观完了吗 辛苦羊流来势汹汹 是那个家伙出现了吗 我倒要看看这个强盗足以操控羊流的家伙 究竟有多庞大 不错 不错 怎么啦 很惊讶吗 本来还以为是什么害人的生物吗 饼干还真不知天高地厚 太愚蠢了 太愚蠢了 胆敢用香甜的脚踏进我的地盘 自从上次那个想当饼干的蠢孩子以后 你应该是第一个了 不错 这感觉是高兴呢 还是不高兴 很久没遇到这种事了 我也说不上来 很久 这附近经常有船只经过不是吗 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碎片 那也能算是经过吗 你的意思是没有饼干活下来吗 无论是船还是饼干 通通一样脆弱 尤其是碰到水之后 更是不堪一击 你看这艘船 从今可是一艘跟鲸鱼一样大的军舰 那艘船曾经载过某个鼎鼎大名的海盗 还有 听说这艘船以前在宁静海上 还是个少有名气的商船 哈哈哈哈 但他们到了我这里就什么都不是 我才是这片大海上唯一能呼风唤雨的饼干 这艘船是不错的 这艘船 你的船当然也难逃一劫啦 但没想到你的船这么坚固 不喜欢我送你的见面礼吗 你那种雕虫小技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痛不痒 你还真是自以为是 你只不过是一个被同伴们抛弃的饼干罢了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黑海上发生什么事吗 你原本不是打算带领船员们进入黑海吗 哎呀 怎么现在在我面前的只有你自己呀 哈哈哈哈 多可怜啊 你就算在这里粉身碎骨了 你也没有饼干会知道呢 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你该不会想要反驳 自己并不是孤身一饼吧 那就奇怪了 没看到其他饼干呢 看来我得亲自确认一下 你在干什么 快救手 瞧你反应这么激烈 肯定有什么 这又是什么东西 他是我的朋友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汪洋里 就是他帮我带路的 他要是出了什么插座 他要是出了什么插座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朋友 饼干还真是可笑 随随便便就穿梳到地 把心意挂在嘴边 但一道只要关头 就会马上翻脸不认饼 致电脏里不顾 曾经有谁弃女不顾吗 你还是管好你的嘴巴 还是你想看到自己的朋友跟全身体一起被压得扁扁的 原来还有一艘几乎完好无损的船 虽然船体有些破损的痕迹 看他被安顿在船目的最上面 就好像在保护他 神把他继续瓦解破裂一样 原本还以为是我多想了 看来你真的还是放不下 放不下 你说我放不下饼干吗 真是胡说八道 真是胡说八道 不熟心用的饼干 才应该活在后会与痛苦中 当你竟然说我放不下 真是大言不长啊 好吧 不熟心用的 我改变心意了 我果然不应该跟饼干交谈的 我就让你们今天都睡在这里吧 口香糖球潜水云饼干 趁现在 快发动引擎 快点 你先走吧 我很快就跟上去 我不是叫他先逃走吗 怎么往这来呢 你要带我一起走 真拿你没办法 快躲起来吧 先躲在暗礁里 等待到机会再跑 没想到你的航海技术还挺厉害的吧 还坚持要来再活一成活 瞧你们上次一样都被虚讨的样子 还敢说我摆脱不了你们这种微不足道的饼干 真是幽默 真是幽默 看来是被我说中了 这也不能怪你 刚见到你的时候还以为我们能沟通 一台小小的甜食品 一台小小的甜食品 你们做什么 你们还是乖乖乘坐海底的 真没想到你会这么任性妄为 就是现在 快往那架务反方向跑 他开始毛起来破坏了 好大的风沙 好大的风沙 我眼睛睁不开了 这样下去只能一直在海里打转 很好 你就这样一直转下去吧 一旦停下来 这一切就差点绝胜了 不能就这样被他抓住 我们得想办法 你问如果在海里走散了该怎么办 那有什么好怕的 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之中如果有谁在海里迷路的话 就用闪闪发光的珊瑚礁铺一条路 让彼此能找到对方 如此一来 不管你在哪里出了事 我们都能找到你 你拿手电筒要做什么 反射的光竟然照出了一条路 这是怎么办到的 该不会是你铺的路 该不会是你铺的路 那就为什么好迟疑的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成功了 我们脱离黑海了 我们脱离黑海了 没想到路的镜头上面 竟然还有一个出口 还好有你在 不然就出大事了 真是辛苦你了 尽量乱动我 却是你铺子 如果真的有我在这个公司 什么都没有 我跟他们的恐怖 不然你乱动我 就是飞动我 我说你的鼻子 我不是不想要可以 我希望你能报回军队的象征小玩 真可怕 只要我们把黑海的真相告诉大家 一定没有饼干会愿意靠近一步的 但你的船还沉在那里 你应该很伤脑筋吧 没关系吗 也是 与其吃吃的倒 不如自己去寻找同伴 那我们回到陆地上去吧 能平平安安回去 真是太好了 可是 都已经浮到海面上了 你怎么还带着头罩啊 我们都这么熟了 也该露个脸了吧 这是什么 是幽灵 幽灵啊 幽灵 幽灵 对啊 那些被鱼群吃掉后再也无法探上陆地的家伙们 对啊 他们还在这艘船里面吗 当然了 他们一直在虎视眈眈 想要取代不够隔的船员 别再闹了 对啊 总而言之 黑海探险之旅 就这样结束了 见照鱼子酱饼干 实在是太帅了 虽然 他叙述的是有点夸大其词啊 大家都知道黑海是个非常险恶的地方 烤箱糖球千雪原饼干后来怎么样了呢 有找到同伴吗 这个嘛 你还是亲自去问他吧 那你得快点长大 然后成为一名厉害的水手才行 雨也停了 那就开始干活吧 好 底层船员 先去新造假版 每天都在打扫而已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航啊 已经有船员在打扫了 新进的底层船员可要加把劲啊 哎 怎么又是你啊 你别这么买力嘛 这样我要做什么啊 等着瞧吧 我一定会成为最了不起的水手 像舰匠鱼子酱饼干一样 出海冒险 出海冒险 的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